雜種鐵筆顯瀟瀟 劉雲山手指最差 十八大落幕 身為中國未來權力核心 全中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七個人身上 馬民就發生成不織大師逐一品評 七個中英政治局常委要簽名 習近平這個未來國家領導人 草書默跡都頗瀟瀟 為人證實不做錯 不過就被人說沒什麼大財 是被家康皇帝 這樣也看得出 後任總理李克強 鐵或銀勾 是七個中最多人like的 國學功夫也應該不錯 張德剛就被人說有江澤民風分 是否有沒金得拒呼針 勝利就勝得快呢? 講開又講 有人說江澤民手指 看得出性格外鄉 個人夠中勇 余精星得過簽名 平平OK 不過都很多人讚好 左往劉雲山 首字就最醜了 中宣部長 觀文化和教育 首字不合格 要再練過 還有中紀委書記 王岐山和張高麗 其實首字寫成點 或多或少會反映性格 希望集中就可以人如其字了 登彈 等會 創造成點